16号 立陶宛外长称 中方告知立驻华外交人员身份证件将很快失效 立方申请延期但未获中方任何答复 立外交人员只能第一时间回国 对此 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所谓未获中方答复的说法纯属造谣 中方对此深感遗憾并坚决反对 立方从未提出驻华外交人员证件延期申请 所谓未获中方答复的说法纯属是造谣 事实是立方在事先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 突然安排所有驻华外交人员不辞而别 自编自导了一出闹剧 发言人指出在中立关系将为蛋白剂的情况下 中方要求立陶宛驻华外交机构重新申办外交人员身份证件 这是正常程序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管理 同时中方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保障所有在华外交机构的安全及合法权利 保障包括立方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机构正常开展工作 立方不证实并纠正自身的错误行为 反而散布虚假信息 借以推卸自身责任 中方对此审表不满并坚决反对 立方试图制造一中一台 损害中方主权 不会得逞 立方试图推卸自身责任 对中方进行政治额葬 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有捷克媒体报道称 中方可能对某名立陶宛人实施无罪羁押 捷克议会呼吁捷克政府对立陶宛声援和支持 发言人对此表示无罪羁押的消息 纯属子虚乌有 十分荒谬 发言人还表示 敦促有关方面明辨是非 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以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和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 词文字幕志 нач于 北京报道